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宗關於台灣的食物中毒事件 今次主角叫做一間寶林茶室的食市 他位於台北市的順義區 如果大家有去到台灣旅行 順義區算是一個比較旺的地段 包括當地上班族或市民都經常會經過這個位置 所以這宗食物中毒事件發生後 引起台灣的公眾恐慌 先說一下 這間寶林茶室的食物應該是賣一些小菜、小炒、粉麵之類的 其中有一樣東西叫做炒果條 炒果條其實是什麼呢 我看了它的質地 大致上可能跟我們吃的乾炒牛河差不多 都是那些粉麵 跟最近很Hit的刀上都是那些親生兄弟 總之大致上是這些東西 目前去到4月29日為止 最新有一個死者 已經total有4個死者 最新4月29日的女士經過搶救無效已經死亡 另外還有接近40人出現身體不適的情況 目前還有3個人在重症室搶救 這件事非常嚴重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他們吃完炒果條之後 開頭就出現身體不適的 例如嘔吐、輻射 於是就去求醫 病人的情況急轉直下 身體多處出現衰竭 其中第1名死者就是39歲的男子 也很年輕 出現急性腎衰竭就死亡 這個男子本身是一個證券投資界的人 本身在這個圈子也有點名氣 所以他的離世 對於金融圈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震撼 第2個死者就是新北市 66歲的男子 亦都是在吃完炒果條之後 發生多次輻射 以及胸口即是 陰悶的症狀 送院後就因為多個器官衰竭過勢 第3個死者就是一個 馬來西亞籍的40歲男子 吃完滑蛋河粉 類似那些食材 亦都是身體不適 在家戶病房裝了葉克膜急救 但是搶救一個月 即是睡中一個月醫院搶救 都是不自身亡 第4名死者就是40歲的一個女性 在3月中的時候 亦都是吃完這個果條之後 就出現了嘔心 嘔吐、輻射等等 經過搶救之後 雖然病房就一度回穩 但是因為 並發了其他感染問題 令病情再一次惡化 在昨天凌晨3時 都是因為多重器官衰竭 詞細 聽完之後 發覺 很多這4宗都是因為器官衰竭 到底他們感染了什麼病呢 我就上網查過 其實基本上現在讀新聞 很多時候都要自己Google 搞到每天的新聞都不同 性質 有時是醫學 有時是其他飯壽 你讀得多新聞 你Google一多 你認識的東西都多了 你說回他們感染了什麼 其實是一種叫做 邦克烈酸的一種細菌 原名叫做 米酵菌酸 為什麼會改了名字呢 因為米酵菌酸 它本身有個米字 有關當局就怕市民 以為是因為米類的食品 就會引起恐慌 所以就改了另一個名字 叫做邦克烈酸 英文我不讀了 不會讀 邦克烈酸是什麼 大家不需要太過去吃了 因為知道你都沒有用 它多數就出現一些 粟米或者椰子類的食物 發酵而產生 什麼叫發酵呢 簡單來說就是過期 發酵基本上 發酵簡單來說就是細菌 我們喝的熱力多 或者 所謂的酸奶 其實應該都是發酵 就是芝士 但是有些食物 發酵會產生毒素 這個邦克烈酸 其實那個毒性是非常強 基本上 人類只要吃到1-1.5毫米 也有可能會造成死亡 就算你不死 因為它有細菌 為什麼這個毒素那麼強呢 因為詳細的原理 我們不需要太清楚 我們不是讀醫學 總之是知道這個細菌 這個毒素會令到你的身體 就會出現 會侵蝕你的器官 令到你的器官 即是你的抵抗力減弱 即是會出現腎臟衰竭 急性中毒 他的症狀多數都是身體無力 頭暈 嘔吐 輻射等等 即是剛才所說 那幾位死者都出現了這個情況 你看到那個 毒性非常猛 基本上如果是用老鼠做實驗 基本上2-5個小時就會死亡 人類就可能沒有死得那麼快 但是你見到他都會馬上出現一個身體不適 其實送丸後都是很難搶救 因為毒素已經侵入了神臟 多數會出現在幾樣食物之中 包括發酵了的粟米 變質的澱粉 木耳 糯米湯圓 薯仔類的製品 還有其他等等 其實你發覺基本上沒得避 如果食材不乾淨的話 其實我們出去吃什麼其實都危險 一般來說出現了一些症狀 就會出現了幾樣 即是剛才所說的 包括吐心、吐吐、輻射 全身無力頭暈 甚至有血尿 死亡率也挺高的 其實他有30%至100% 真的挺恐怖 如果不幸吃了 如果發現有這個症狀 其實都是馬上求醫的 你自己都沒有 即是連醫生都搞不定的情況之下 你基本上 你自己都是糟糕 我們說回這宗新聞 大家大致上了解了 這個病徵 還有因為什麼事 到底會怎樣產生這些毒素呢 剛才所說的就是所謂的發酵 發酵是什麼意思呢 多數就是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食材不乾淨 食材不乾淨 第二就是食材的 可能是過期 第一 過期 他未必是過期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存放不當 因為大家知道 食材這件事 多數是要保持在某個溫度 或者一個環境 不可以太濕 等等 可能我就是覺得 他那個 擺放不當 引起了食材的變壞 從而發酵了這個毒素 出來 因為剛才所說 其實變質的 澱粉 因為他這個 河粉 果條 這些都應該是 跟麵粉有關 於是 就會製造這個毒素 其實都很危險 因為我們香港經常有 雲吞麵 河粉 其實真的是 刀剎麵 我們又說刀剎麵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都很危險 如果這些食材不乾淨 不是真的肚子不簡單 是會搞出人命 所以大家如果吃完東西之後 出現了 通常出現偽悶嘔吐 我建議都是求意 因為看完這宗 台灣這宗新聞太恐怖 就算搶救一個月 也是要死的 你說真的沒辦法 現在 就算你不死 因為這個毒素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侵入了你的身體內臟 因為你要清理的話 其實手尾都很長 這宗事件 目前已經有4個死者 會不會再多 進一步增加 其實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看完這宗新聞 大家有了解 這個食物中毒事件 據知 目前 寶林茶室的負責人 好像都是被台灣 已經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拘捕 不太記得 但很肯定他是限制出境 不可以被你離境 OK 因為如果這宗事件 是有問題 首先那個負責人 應該都會被台灣當局控告 賠錢都應該賠得很糟糕 我想他都是多數申請破產 因為你幾條人命 你已經賠不到 OK 然後就有數人 求意 及急救中 我看他都應該一一清袋 這宗事件 當然你搞出人命 死者家屬都很慘 包括其中一名死者的女兒 都開記者會 同意這個司法 所謂的解剖 要 不可以被老爸死得不明不白 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 我們今天的新聞就說了那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報導這些新聞 都可以留言 講一下你的感想 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